疫情给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 我们又应如何破局 上 哎呦沃斯大家好 受本轮新冠疫情影响 小区从3月15日封控至今 已经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了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潜聊一下 本轮新冠疫情给大家的生活都带来了哪些影响 首先5月7日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今年的高考时间 延期至7月7日至7月9日举行 中考时间延期至7月11日至7月12日举行 广大学子努力了一年 辛辛苦苦准备了一年 但是在面临疫情这种不可抗力因素的干扰下 也只能暂时把考试推迟到两个月后 OK大朋友们没有办法如约考试 小朋友们呢 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没有办法去学校上课 只能在家上网课 OK这是对于小朋友或者说未成年人的一种影响 那么未成年人始终是有家庭以及家长作为庇护的 那么成年人所面临的处境是怎样的呢 近期非常多的互联网大厂 包括一些中小微企业都面临了非常严峻的生存危机 一些互联网大厂纷纷开始裁员降薪 那么中小微企业的处境更加的困难 中小微企业在本轮疫情面前 很多个企业都面临了现金流断裂 或者说现金流短缺的问题 开不出来工资 企业面临倒闭破产 再者还有一些从事无保障薪资岗位的人员 一天不上班就面临着一天没有工资 他们的生存压力显而易见是更大的 一天不复工但是你的房租不能一天不交 你的贷款不能不按时去履行还款义务 那饭每天也要去吃 正常的开销一分钱没有少 那么其实本轮疫情下 大家的生存压力或者说生活压力都非常大 上海市21年的GDP是4.32万亿 平均换散到365天 每天的GDP是118亿 假设我们本轮疫情 那对上海的这个静默时间是两个月的时间 也就是60天 那么在这60天内 上海的GDP已经损失了超过7000亿人民币 其实对于这座城市 或者说对于我们每个在这个城市务工的人员 其实影响都是非常深远 那么在面临如此严峻的生活压力 或者说现实处境的情况下 我们又要如何去进行破局 或者说是如何寻找新的突破点 去缓解自己的经济压力 以及生活压力呢 关注我下期教你如何破局